就没见过出轨这么理直气壮的 直接拉着小三去找原配 问能不能脚踏两只船 结果就是小三和原配在一起了 少年名叫直野 开局就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最近跟青梅主板的阿笑告白成功 终于脱离了单身队伍 只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为了不让他担心自己会出轨 下定决心要好好爱阿笑 给他满满的安全感 在班里就开始搂搂抱抱大声做保证 同学们就像走在路边的狗 突然被喂了一嘴凉一样 阿笑却觉得直野太过认真了 当着大江的面称赞他最可爱什么的 真的让他含有压力了 因为阿笑放学后还要去社团活动 也只能去天台等着和他一起回家 没想到突然上来一个卡巴尼女孩 一上来就直接告白 说很早之前就喜欢上职业了 为了能让他接受自己 还努力了三个月 每天四小时游泳运动 慢跑和瑜伽 再加上三小时的睡前自我包养 造就的就是这样一个肌肤吹弹可破 又轻力动人的超级美少女 而且小主深安 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就先抓住他的胃 特地做了豪华便当过来 光食材就花费了五万日元 职业夜场瞬间敬畏天人 居然有人为了能跟自己在一起而如此努力 就在这时 小主问职业自己有魅力吗 职业还用问吗 职业当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结果接下来 小主又问职业能不能跟自己交往 职业沉默了 因为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阿笑的身影 他又对阿笑一心一意的 可是看到小主用可怜兮兮的眼神望着他 难道我不行吗 职业就说不出拒绝的话了 但他必须给小主一个回答 这好解释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 局不是他不够好的原因 小主的眼角流下了一辆滴泪水 知道今天的告白就这样失败了 但他告诉职业自己是不会放弃的 说完就转身离去 职业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以及居然产生了不想让小主就这么离开的感觉 于是一把拉住他 说出了一番渣男言论 我不想拒绝你 但我也不想背叛女朋友 所以我们一起去问我女朋友能不能脚踏两条船吧 小主就被这个提议给整不会了 看职业那认真的表情又不像是在开玩笑 心一横居然同意了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两个人回教室找到了阿笑 阿笑的好朋友子奶非常识趣的先离开了 小主这才从职业背后走出来 万万没想到阿笑还是个铁血眼孔 一看到青春可爱的小主就把持不住了 非要拉着他一起玩 职业转着一想 先加深一下了解也不错 三个人便一举着唱了卡拉OK 原来小主还是个无音不全的音痴 不过害羞的样子也很可爱 最后阿笑也唱到了小主做的便当 忍不住发生感慨真想和小主交往啊 职业立即趁这个机会坦诚了来龙去脉 上来就是一句我想脚踏两条船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打住了忌忌 阿笑直接给他来了一圈 这种事情当然说什么都不可能同意啊 他也问了小主是怎么想的 小主表示现在的职业就是他的一切 如果不接受的话就无法和他在一起了 所以他是同意脚踏两条船的 说着还可怜兮兮的眼神望着阿笑 阿笑刚建起来的防线差一点就分崩离析了 于是接下来两个人就开始为了让阿笑 同意这个离谱的紧求提出了各种诱惑条件 小主可以每天对他做美味便当 职业也使出了金钱攻势 甚至是色诱 实在不行又真诚下跪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阿笑接受脚踏两条船 最后阿笑还是拗不过他们 只好同意暂时试试 如果不行立刻结束这种不正常的关系 首先就是为加深他们互相之间的了解 职业把两个美少女全带回家了 他爸妈都不在家 可以放心的实行三人同居 真同居了 阿笑才意识到这种关系有多好 吃饭有全能美少女小主做的美味料理 刷完大草房间是职业的花 他只需要吃完美美的泡澡就够了 职业和小主还相继过来问他需不需要擦背 但阿笑只同让小主进来了 不得不说 小主这身材就算是同为女性的阿笑看了也馋呢 结果下一秒小主就语出惊人 今晚不用顾忌我 去和职业同学睡吧 阿笑差点一口捞我鞋喷出来 因为他和职业也刚开始谈恋爱 还什么事都没做过呢 包括接吻 小主一听 语气忍不住跃了起来 表示那就大家一起努力吧 阿笑这次才反应过来不对劲 立刻跑出去找职业算账 质问他是打算跟小主进行到哪一步 连瑟瑟的事情都要做吗 这样根本就算是真的出轨了吧 职业非常坦诚的承认确实是想的 而且准确的来说 他是想和阿笑小主三人行的 在场唯一的常使人阿笑彻底崩溃破防了 为什么曾经以为的24小好男友会是这种变态呀 看到阿笑似乎不太情愿 职业也当即做出了取舍 就让阿笑无法接受 那他也不介意一直不发生那种关系 和任何一个人都不发生 听闻这句话阿笑有点不乐意了 他才不想守活寡呢 职业立刻抓住了他那一瞬间遗憾的表情 原来女朋友也是喜欢那种事情的 那他肯定不能抛下阿笑不管啊 更厉谱的是小主也非常同意三人行 阿笑只感觉自己已经一败涂地了 家务全能的超级可爱居如美少女 还能接受职业的一切离谱提议 再不努力的话 他的正宫地位就要不保了 结果准备睡觉才发现 职业居然把三个人的床铺放在一起了 说这样能更方便地加深理解 阿笑却不信任他 觉得他肯定是想趁机对他们动手动脚 职业已经答应阿笑绝不回座了 看到女朋友依然这么怀疑自己 登记做决定去做手术摘掉算了 好家伙这是深谙开窗户不行就心无领的技巧啊 当然阿笑和小主为了自己的幸福 是不会同意他去切掉的 三个人一起躺在了被褥上 阿笑已经做好了一夜不睡盯着他们的准备了 果然确认自己睡着之后 小主就靠近了职业 开始深情表白说想了解他的一切 职业也给出了回应一把握住小主的手 两个人一直在说那种会让人误会的话 阿笑还以为职业已经进去了 明明自己都还没跟他做过那种事 再也没办法装睡 上去就掀了他们的被子 发现两人只是握着手护诉中长 阿笑瞬间射死 只好躺进了职业的被窝 表示他也想靠近职业 职业还以为阿笑也觉得寂寞了 完全无法拒绝 三人就这样一起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小主就起来帮大家做早餐 而职业和阿笑还在沉沉的睡着 连人的手机毫无防备的放在床头 小主想要更加了解他们 忍不住拿起了手机想要收集情报 首先是阿笑 搜索记录居然全都是关于第一次 I吃需要注意的事情 好家伙你这不是很期待的吗 小主当即在心里保证 局不把这件事说出去 这时他注意到了阿笑的小号 上面全都是发泄情绪的话 从昨天下午开始 就开始狂骂职业和小主 但是骂着骂着 态度就开始改善了 感觉这种关系好像也不是不行 还偷偷夸小主是个可爱的孩子 如果能跟他在一起生活的话 也挺好的 没想到一条动态 就把小主给攻略了 偏偏他看得正出神的时候 职业和阿笑相继醒来 小主被撞了个正着 为了不然阿笑对小主产生嫌疑 职业果断把锅扣在了自己头上 表示是他主动看了阿笑的搜索记录 阿笑想起来自己搜的那些东西之后 当即恼羞虫的给了职业一拳 然后默默回被窝 决定睡一觉忘记这种事 结果一觉睡醒还真忘了 只有职业受伤的世界达成 吃早餐时 阿笑问小主是哪个班的 得知竟然和他同班 可他们完全没见过这个人呢 小主只好解释 为了能让职业习惯上自己 他一直沉迷练习做饭和美容 就没空去上学了 所以开学之后一直都没去 两个人都被这个理由给震惊了 职业更是不希望 他为了和自己在一起 做到这种程度 联盟问还有没有别的乱来的事情 小主生怕说出来 自己在职业那里的好感度会降低 只想在他面前展示自己的优点 转身去厨房做点心给大家吃 可惜职业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直接搬来一张书桌 要辅导小主的学习 阿笑见状干脆也跟着一起学了 结局自然是可想而知 那些题目小主完全看不懂 只好借口去洗手间 然后疯狂查答案 一不小心就过去了30分钟 职业和阿笑担心他身体不舒服 立刻上去开门 都到这种程度了 小主还不肯承认自己不会 随便找了个便秘的理由 躺死过去了 虽然大概率没有降低好感度 但总感觉又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 为了弥补 他必须在这里弄懂那道题 看完之后 自信满满的会去答题 然而做错了 只要连忙安慰他 每个人都有不擅长的事情 但没关系 自己可以交谈 小主却无法接受 在欣赏人面前不完美的自己 又跑去卫生间窝了三个小时 总算勉强弄懂了 不过也到了上学时间 出门之前 阿笑提醒两人 一定不能公开他们的关系 小主因为是今天第一次在学校 受到了全班人的围观 却没人上去跟他打招呼 职业看不下去 便主动过去做了自我介绍 还欲盖弥张来来去 初次见面 小主也确生生回了一句 他还是无法接受小主这么可怜 当即想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 他同时和阿笑和小主交往的事情 阿笑怎么可能允许 上去给了他一套联机 抓着职业上了天台 他自认知道 这样的小主看起来很可怜 可一旦他们的关系暴露 同学们就会觉得可怜的是他了 职业却天真的以为 这要好好解释 大家一定能理解的 这时小主跑了上来 不希望看到两人 因为自己发生争吵 联邦表示 只要能和职业一起 他就已经很幸福了 然后掏出两份便当递给他们 让他们中午一起吃 为了不让大家发现 他们的便当是一样的 他到时候会去厕所偷偷吃 职业和阿笑的心 瞬间被愧疚占据 虽然无法公布关系 但他们可以在学校 偷偷一起行动吧 关键是要去哪吃 才不会被别人发现 天台肯定是不行了 众所周知 这里是一切笑容恋爱的舞台 小主便告诉他们 自己有个好地方 初中的时候 他几乎都在那里吃饭 然后就把两人带到了 几乎无人问津的老厕所 这和阿笑瞬间 恋爱了这个可怜的小姑娘 你初中的时候 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呀 阿笑却说什么 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环境 小主只好后退一步 把他们带到了厕所墙后 可这里也没好到哪去 又骚又臭就不说了 居然还有乱爬的虫子 在这种环境里 再美味的料理也吃不下去吧 好在小主还有别的地方推荐 于是他们来到了 社团主楼的厕所 这里比较干净 没什么味道 好家伙和厕所杠上了是吧 不过最重要的是 职业为什么也一直 能跟着他们进女厕所呀 阿笑赶紧往他给推出去 没想到这一幕 刚好被两个女生撞见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小主没出来 两个人只是误解 他们小亲女 在厕所里做羞羞的事情 根本不会想到 他们其实是三人行 总之在厕所里吃饭 是绝对不可以的 三个人又来到了体育仓库 在女朋友面前表现一下 结果一拳一下去鲜血之流 幸好窗户是开着的 小主和阿笑就踩着 带带肩膀钻了进去 三人把各种器材挪了一下 形成了一个 非常有安全感的小空间 这样他们就可以 心无旁骛的一起吃便当了 这也知道 小主会因此自责 就安慰他 这个脚踏两条船的关系 本来就是因为 自己的任性才造成的 说到底 他才是始作俑者 所以为了能让小主和阿笑 感到幸福 他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把话收开之后 三人就吃起了 小主亲手做的便当 之后的每一天中午 他们都会悄悄来到这里 而且小主每天做的便当 都不一样 这阿笑感到满足的同时 也产生了危机感 自己一看 好像从同居到现在 一直都是小主 为职业做的更多 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吃白饭的 不行 万一到时候职业 发现了毫无用处 一招把他踹开 和小主双速双飞了怎么办 阿笑下定决心 已要为职业做点什么 为才撬断了社团活动 可每次他们职业想要什么 最后都会变成 职业想着法子哄自己开心 于是阿笑也打算 从料理入手 就从最简单的咖喱做起 把事态切一下 放进去煮就行了 接着就开始 一边吃糖 一边看游戏实况 顺便对职业女主播 羡慕基督恨 突然闻到一股烧活的味道 回厨房一看 咖喱浓汤已经烧成了咖喱锅吧 不过职业和小主 都很给面子的吃了下去 还安慰阿笑 烧焦的咖喱也好吃 他们越是这样 阿笑越不好受 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是一无是处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用身体抚慰职业了 当天晚上就夜袭职业的房间 拽着他的手 就往自己的欧派上摸 羞涩的问他 是不是已经浴火焚身了 然而睁开眼睛一看 职业居然面无表情 还默默抽回了手 说不能瞒着小主 做这样的事情 他也察觉到阿笑今天的不对劲 让他有什么烦恼 都可以尽情的向自己倾诉 阿笑已经说什么都听不下去了 满脑子都是自己的职业 毫无吸引力 果然他更喜欢小主那样身材好的女孩子 就这样哭喊着跑回了隔壁自己家 只留下一张纸条 小主听到动静也赶紧从房间里出来 得知阿笑居然离家出走了 立刻就脑补了自己和职业 过二人世界的你弄我弄场景 也许还有机会夺走职业的初吻 不过下一秒 职业就打断了他的脑补 虽然不知道阿笑到底怎么了 但他一定要把他追回来 当天晚上就不眠不休 写了一大陆情书 来表达自己对阿笑的爱意 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他房间对面 阿笑一开窗就把信给扔了过去 看阿笑根本不想看 又给扔了回去 职业只好羞耻的当众念了出来 发现对方依旧无动于衷 便展现了阿笑经常玩那个游戏账号 他要把自己的所有积蓄都冲到里面 只要阿笑愿意跟他说话 就把账号给他 说着就把冲钱拿到的抽奖券全部抽完了 结果一个五星角色都没有 接下来两天都在努力的还阿笑开心 又是买出名单高分的甜品 又是下载阿笑喜欢的宠物视频 可阿笑依旧不肯回心转意 让他赶紧回去和聚乳小主弄情依义去 职业这才是的问题出在哪里 当时展示了自己社交平台隐藏关注的黄图 里面有不少也是像阿笑一样的贫辱的 他想告诉阿笑他完全不介意他的身材 可惜事与愿违 阿笑骂了一句变态就关上了窗户 职业也只能继续努力 小主哭着求他休息一下 已经三天没睡觉了 这样下去会撑不住的 更何况难道就他一个人不行吗 不好意思这还真是不太行 温柔的职业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女朋友 偏偏小主就是喜欢他这副亚萨戏的样子 运势把阿笑喊了出来 当着他的面把职业的手放到了自己的欧派上 果然阿笑气急败后的跳了出来 职业也抓住机会要跟他开诚公布的谈一谈 阿笑只好坦诚 他只觉得自己和小主比起来一无是处 他也想为职业做点什么 结果到现在职业都没能理解到阿笑的心情 还正在嚷嚷着他不需要他做什么 甚至更想为阿笑做点什么 因为他还是觉得脚踏两条船这种离谱的是责任在自己 想尽可能的为他们多做一些事情 然而这次小主也站到了阿笑那边 他们都是职业的女朋友 和职业的关系明明是对等的 自然也想让自己的男朋友开心 而不是看他擅自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 这样还算什么交往 职业看到两人坚定的表情 终于意识到自己之前做错了 当即下跪道歉 让他们给自己来一拳 他都这么说了 阿笑就不客气了 这种消息的请求当然要满足 偏偏职业就是喜欢这样的阿笑 把自己想做的事情一股脑全都说了出来 想看更多阿笑的笑容或者生气的表情 想吃更多他做的饭 想看他夏天穿泳衣的样子 还想和他和小主一起三人行 以及最重要的 想要继续三个人一起生活 阿笑最终还是被职业打动 羞涩的点了点头 晚上为了庆祝阿笑回来 小主还做了一大桌的美味料理 不过吃饭的只有他们两个 职业两天两夜没喝盐了 这会放下心来正在疯狂补教呢 殊不知两个后宫已经快把他踹到自己在一起了 吃完饭还一起玩游戏 一开始小主说他的账号有上千个小时的游戏时长 阿笑还为自己抱到了大腿 结果刚开游戏 小主就被人疯狂秒杀 没办法只能由他来戴妹了 下定决心 今晚不让小主拿到一次人头局部睡觉 转换了心态之后 游戏有一次多了 虽然小主一直被杀 但阿笑也会一直去救他 而且不擅长这种事的小主也很可爱 最重要的是 这是阿笑第一次在他面前占优势 一听这一话小主就不太乐意了 刚好他面前就有一个敌人 后背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在阿笑的指挥下 小主慢慢瞄准对方 结果就在开枪的时候 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手一抖一枪射中了旁边的阿笑 顺利完成了今天的手杀 不过阿笑并没有生气 玩游戏嘛 开心就行了 更何况完美无缺的轻敌 在他面前展现这么笨拙的一面 也挺有意思的吧 只要睡醒过来 看到的是两人相谈甚欢的场景 顿时甚感欣慰 而小主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 就跑去游馆找游戏实况看 手一推荐的刚好是上次阿笑 骂过的那个巨肉油管主 只有只也看到了不对劲 主播身后的入境校服 是他们学校的呀 当然全校那么多人 他们也没心思去查看 这位油管主的身份 第二天照常上学 中午吃饭的时候 小主又看了那个油管主 发现他已经换了新的封面 校服不见了 说明这个人并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三个人一边吃一边唠嗑 突然从窗户里 爬进来一个双妈尾少女 三个人还要想怎么搪塞过去 对方就笃定 他们肯定是在做瑟瑟的事情 只也立刻出来解释 虽然我确实在脚踏两条船 但我未经约定好了 不会做瑟瑟的事情 阿笑齐的一拳打了上去 然而已经晚了 对方很明显已经认定了他们的关系 当即像高傲的女王一样坐了下来 哎呀 一不小心知道了你们的关系 这可怎么办呢 阿笑和只也瞬间慌了神 一个下跪请求 另一个地上一塌钱 想让对方保密 没想到少女对此不屑一顾 表示自己每个月赚的钱 比这个多多了 只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联想 还以为她去拍片赚钱了 赶紧教育少女一定要节身自豪 不然被别人骗了都不知道 就在这时 一只沉默的小主开口了 问少女是不是油管主米利卡小姐 黄色的双马尾 清澈透亮的眼眸 再加上昨天不小心露出来的笑符 怎么看都很可疑啊 果然少女一听笑符就忍不住否定 我明明已经把封面换掉了 华英刚露就意识到 这不是变相的承认了吗 一瞬间双方立场调换 轮到阿笑他们来威胁米利卡了 不过三个人都是善良温柔的人 向米利卡保证 只要他不把他们的关系说出来 他们就不会把他偷偷向油管主的事情说出来 米利卡也没想到 关系那么奇怪的人居然如此的好说话 忍不住对职业产生了兴趣 当即宣布 自己要做他的第三个女朋友 这可惜 职业虽然是那种三心二意的男人 但也绝不会见一个爱一个 但现在只有阿笑和小主 只是想让自己的两个女朋友幸福 至于米利卡 这种级别的美少女肯定很受欢迎 随便勾勾手就能交到男朋友 其实米利卡本来只是想跟他们玩玩的 又不是真的喜欢上了职业 结果职业这么一说 反而他来劲了 直接甩下外套 露出那傲人的欧派 职业怒喊 比起鸡招杯 我更想摸喜欢的女孩子的胸 米利卡瞬间崩溃破房 其他人都懒得跟他说话了 一边聊着晚上吃啥 一边相近的窗户跳楼出去 米利卡更羡慕了 原来他们不仅维持两女一男的关系 居然还同居了 这下说什么也要跟他们一起住了 表示自己会付房租 水电费以及网费 然而职业说什么也不同意 毕竟没有谈恋爱的男女住在一起 说这句不好听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米利卡居然跟踪到他们家了 还在院子里支起了帐篷 一开始他们都觉得 他会坚持不下去 就放人没管 果然一到晚上 米利卡就在帐篷里动得瑟瑟发抖 而且里面还有虫子 吓得一边尖叫一边跑了出来 职业顺势劝他赶紧回家 偏偏米利卡不肯服输 这件事情又不是不能克服 立刻掏出手机 下单了高价睡袋 以及一系列求生物品 18万多画出去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连虫子都拿脱下个拍子了 但钱花的太多 为了回血 又不得不脱下外套拍起了视频 挑战在超冷的户外 只穿T恤忍耐一个晚上 实在冷得受不了了 便起来做运动 一方面可以让身体热起来 另一方面 观众老爷爱看 还能提高播放量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第二天早上 米利卡吃巨子的那些东西终于到了 有了这些 他就不担心晚上受冻了 结果侄爷让他们先洗个澡再说 运动了一整晚 身上都臭臭的 这美少女怎么能忍 登记自力更生 做了一个淋浴盆头 在帐篷里换上泳衣 就开始当着几个人的面冲枣 将那完美的身材沾露无遗 众人也算是真的意识到了他的决心 难道真的要让他继续在院子里住下去吗 侄爷暂且不提 小和小主可不愿意眼睁睁看着多一个情敌 于是趁侄爷洗澡的时候 也偷偷穿着泳衣进去了 谁让他白天看泳装米利卡看那么乳迷的 就在这时 小主脚下一滑往前摔去 欧派差点就抵到侄爷的头了 小剑中不甘心的也在他面前摇来摇去 一不小心把带子给摇开了 差点就这么掉下去 不过这些现在根本不重要 他们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把米利卡赶走 意识到两个女朋友的不安 侄爷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又去直接了当地拒绝了米利卡 只被对方用烧红的炭火威胁 无奈三人只好暂时撤退 期间一直在悄悄注意着窗户外的米利卡 等他暂时离开去外面的公厕商厕所的时候 只也立刻掏出手机 给回收旧物的人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赶紧过来收东西 包括一些帐篷烧烤架之类的露营物品 这样米利卡就没地方住了 暂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再买一套 肯定就能乖乖回家了 可他做这个决定 完全没有提前跟阿笑和小主商量 阿笑觉得他太冲动了 一把多个手机让他冷静一点 只也却提醒他们 自己根本没有绝对不会喜欢上米利卡同学的自信 阿笑听到之后就上去夹住他的胳膊往外转 然而职业并没有因此闭嘴 在遇到小主之前 他以为自己一定会对阿笑一心一意 最后还是变成了这样脚踏两条船的关系 他是一个意志力不弱的男人 而米利卡这几天表现出的优秀品质太多了 不管做什么都很努力 两只也见识到了他的魅力 他担心再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自己就把持不住了 为此他必须努力只喜欢他们两个人 阿笑被说服了 只好把手机递了过去 回收的车马上过来 职业担心米利卡会提前来 便准备过去拖住他 结果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目的给暴露了 阿笑一脚踹开职业往家跑去 刚好撞见他们正在把自己的东西往车上搬 职业立刻把米利卡拉了回去 米利卡便开始向这位人呼救 救命啊有变态呀 没想到他不仅不撒手 反而抱得更紧了 反正都已经是变态了 最后在职业的阻拦下 工人们还是办完东西 留下回收费就开车离开了 至于米利卡买那些东西花的钱 职业表示自己一定会打工还给他的 条件就是米利卡以后不能再接近他 还递了份契约书上去 然而米利卡直接把契约书撕了个粉碎 上前一把搂住职业的胳膊 他现在是真的对这个渣男有点兴趣了 就在这时 米利卡的父亲居然过来了 质问他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 几个人的关系也很快暴露了出来 就连米利卡偷坐油管珠也被父亲知道了 父亲拿出手机一搜就看到了暴露的封面 登场大发雷霆 所以始作俑者的职业赶紧忙米利卡说话 解释他的视频不仅是羞耻 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创意和剪辑 精确抓住观众需求的这种态度 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视频 顿时米利卡对职业的好感度更高了 觉得他简直就是自己的知己 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父亲拉着米利卡就要回家开家庭会议 米利卡说什么也不同意 没想到老父亲居然一把读过他的手机 要把他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账号给删掉 就在这时职业出手了 告诉米利卡父亲做那些视频有多么的不容易 以及能吸引那么多粉丝的米利卡有多么优秀 而你这么轻易就想破坏掉 他不允许他一定会守护米利卡的 旁边的阿笑和小主越听越不妙 再一看米利卡的表情 玩犊子了这妹子彻底沦陷了呀 只不过米利卡也愿意暂时跟父亲回家了 这些临走之前羞涩的跟职业说了声再见 完全不像之前表现出来的傲娇女王模样 阿笑和小主顿感危机来临 当晚就开了个作战会议 可讨论来讨论起也没讨论出什么办法 阿笑只好回家一趟 妈妈知道他最近和职业同居的事情 就忍不住关心起女儿的生活来 问他有没有和职业做过了 得知居然还没有后大感震惊 我女儿长得这么可爱 职业不会是不行吧 阿笑也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 当即向妈妈保证自己会加油的 然后在妈妈的建议下 换生了兔女郎装回到了职业家 果然职业直得去看呆了 然而他还是不想把阿笑推倒 毕竟曾经约定 这种事情必须三个人一起 阿笑快气疯了 既然职业不推 那就由他来推倒职业 更何况 想对喜欢的人做这种事情 不是很正常的吗 结果因为幅度太大 没有第二大支撑的裙子插在滑下去 职业连忙摁住那里 不让阿笑走光 刚刚还迫不及待上本里的阿笑 这会又害羞了 一拳砸上职业正脸 大骂职业是个变态 哭个头却露出了一脸兴奋的表情 虽然最后也没能做成 但他确定了职业 还是对自己有想法的 所以一整天都乐呵呵的 这就让小主产生了危机感 在洗衣服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兔女郎装 立刻跑去质问职业是怎么回事 同时又询问了他的其他爱好 紧急着果断换上了女扑装 像真正的女扑一样扶植着主人 此时大小还不知道 家已经被偷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两个人双双都是乐呵呵的表情 另一边 米丽卡也确定了自己对职业的心意 其实他在学校非常受欢迎 女扇拉走之后 男生们恨不得熟认了他 只业把米丽卡拉到天台 是想向他道歉的 就对米丽卡一直缠着自己 肯定是因为当初被拒绝的缘故 既然如此 那这就不要形象了 任由米丽卡给自己拍丑照 传到网上去 以此来证明米丽卡一点出都没有 可到越是这样 米丽卡就越喜欢他 最后甚至有点落荒而逃了 只能在楼梯上自言自语 只业我也喜欢上你了 殊不知人家正牌女友就在身后看着呢 确定心意后就不能再像以前那么鲁莽了 米丽卡开始温水煮青蛙 第一步从拉近关系开始做起 一下课就排来接近只业 知道他心思大笑 怎么可能放人不管 要知道 职业以前的高调秀恩爱之下 这个班可全都是他们的CP粉 只业也知道 阿笑最近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当着米丽卡的面大肆秀恩爱 直接把米丽卡气跑了 但是两个人有点过于离谱了 就连上自习课都要紧紧贴在一起 看见小主羡慕不已 但她是必须隐藏的存在 明明也是职业的女朋友 却因为不能暴露身份 只能偷偷看着 下一节是体育课要换衣服 米丽卡不来想见风插针地夺走职业 就跟阿笑直接把职业拉到了空教室 要在这里换衣服 米丽卡不来想追上去的 却被小主叫到了厅台上 小主威胁她 如果不来的话 就把她是油管主人士告诉别人 趁这个时间 两人赶紧换好了衣服 而米丽卡上天台 发现根本没有人在等着她 老是这样防止米丽卡也不行 阿笑和小主又开始商量对策 一不小心就聊起了 想被职业抱的话题 刚好这时职业走了过来 得知小主想被自己抱 立刻就同意了 但她希望阿笑 也能在旁边看着 不然担心她会寂寞 这一看不得了 阿笑居然觉醒了NTR的插皮系统 看新的男男人抱别的女人 居然越看越兴奋 结果小主突然腿软摔倒了 这个姿势过于糟糕 感觉下一秒 他们就要颠轮捣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了 一想到那个场景 阿笑果然还是不能接受 冲上去给了职业一拳 米丽卡最近的表现 让职业都意识到不对劲了 万一人家妹子真心喜欢她呢 那她不做婚姻是不是不太好啊 阿笑和小主瞬间达成了一致 阿笑告诉职业别自恋了 你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接连被女人喜欢 就连我和小主 也只是偶然喜欢上而已 还把米丽卡的行为 解释成了发情期 只要是个男人 都会扑下去的那种 而且女孩子每个月 都有这么几天 根据欧派的大小 决定程度 所以她没什么事 天真的职业居然信了 让小主到了发情期的话 千万别憋着 不管提什么要求 自己都会答应的 因为她看米丽卡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不想让小主 也因为这种事而痛苦 阿笑可小主这才放下心来 结果第二天 职业就给他们来了一波神操作 主动向米丽卡道歉 说误以为她喜欢上自己了 这一波 就连米丽卡自觉都没想到 送上门的表白机会 怎么可能错过 一蓄力不接眼耳之势 一把把职业拉到了天台 阿笑和小主赶紧跟了上去 就在米丽卡拼命解释的 不声误会的时候 阿笑就一直在 悄悄在职业耳边告诉她 这些都是发情期的症状而已 所以职业依旧说什么都不信 米丽卡便问了她一个问题 如果我真的喜欢你了 你会怎么办 职业也毫不犹豫给出了答案 我会拒绝让你放弃 她不能再接受别的女孩子 让阿笑和小主伤心了 米丽卡的心瞬间跌落下去 把三人推回去 锁上天台的门 自己一直在独步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办 也要把那个男人强盗手 立刻冲上去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职业告白 职业还有点懵逼 不是吧不是吧 真的会有美少女 想我这种脚踏两条程的渣男啊 紧接着三个人就被米丽卡 带走了他们出狱的体育仓库 职业忍不住问米丽卡 到底喜欢自己什么 米丽卡就回答 她保护了自己的账号 而且站在之前 还说要打工还她钱 这么有担当又温柔的男孩子 为什么不喜欢呢 话是这么说 其实她自己也觉得 习惯上脚踏两条程的渣男很离谱 可感情这种事情是不能控制的 最后米丽卡就乱一上头 抱着职业的脸吻了上去 这样职业就不会忽略她了 好家伙当着人家女婆的面头家呀 职业的初吻就这么被夺走了 米丽卡还大胆放话 要把阿笑和小主踹开 一个人独占职业 说完就落皇人逃 殊不知几人的对话 全都被阿笑的闺蜜子奶给听见了 现在阿笑和小主已经身无可恋了 职业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不然大家一起亲亲 虽然这个提议听起来不靠谱 但实际上也还算靠谱 因为职业都承认了 被米丽卡亲的时候没啥感觉 当时心里就只剩震惊了 所以阿笑打算给她来一个理论值最高的吻 把米丽卡那个敷衍的亲戚给带过去 让职业对自己的吻终身难忘 小主也赶紧表态 俺也一样 两个人这样子让职业更愧疚了 登场下跪一一偷抢地 再一次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爱意 最近他们被米丽卡缠的都没办法独处了 便决定去温泉旅行培养一下感情 这天一放学 阿笑就迫不及待去采购了 子奈本来想约职业聊点什么呢 也被打断了 三个人一起去了超市 小主忍不住期待 其在旅行中和职业发生点什么 最起码也要接个吻吧 既然如此 那就得拿个清新口气的糖了 没想到阿笑也不约而同地生了过去 两个人瞬间明白了对方的心思 阿笑本来原本作为职业 唯一的女朋友是可以独占她的 看上去简直奇惨无比 小主觉得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亦有自己的原因 必须阿笑保证 这次温泉旅行中一定好好支援她的 最起码绝对不会比她更嫌和职业接吻 为了衬托阿笑的梅丽 还特意给自己买了这种又涂又丑的衣服 又给阿笑挑了一件自己喜欢的 然后阿笑就确定了 这孩子就是审美不行 总算买完了所需的东西 他们都以为这次必定万无一失了 殊不知从出学校开始就被米丽卡跟踪了 阿笑回家之后又接到了姿奶的电话 问她是不是要去温泉旅行 阿笑没必要瞒着闺蜜 便把温泉的弟弟也一并告诉了她 其实子乃一直很在意上次听到的话 她一定要确认 只业是不是真的脚踏两条船 第二天 三人就开开心心的坐上了去乡根的车 反正旅行途中没有受人 不用担心他们的关系 只业就一手牵一个女朋友 就这么牵了一路 早已抛弃了羞血性的他们 完全不在意旁人的目光 结果刚到旅馆 就被米丽卡和子乃埋伏了 子乃质问阿笑是不是被脚踏两条船了 阿笑愣住了 不知该作何解释 还是小主集中生智 立刻把米丽卡拉了过来 表示她是跟米丽卡一起来的 只是碰巧遇到了子义和阿笑而已 然后悄悄威胁米丽卡配合 不然就把她做油管主的事说出去 几人相继录黄而逃 把子乃留在了外面 回到房间之后 小主就给子乃发了信息 因为担心之后被子乃撞见没法解释 她决定一直待在房间里 让子义和阿笑好好玩 子义自然是不可能厚此薄彼的 说好三个人旅行就得是三个人 当即偷偷潜入小主的房间 此时米丽卡已经脱光了泡进了温泉 结果子义一钉点眼说的没分给她 她向小主表明了心意 可小主说什么也不想让他们这样 因为自己为难 还直接把子义关在了外面 还没等子义反应过来 就又被米丽卡给拉下了水 现在碍事的人都不在 对她来说是个好机会呀 米丽卡希望子义能多了解自己 说不定了解了解着就喜欢上了 然而子义忙着追小主 表示只能给米丽卡五分钟的时间 米丽卡便热情满满的 介绍了自己喜欢和讨厌的东西 以及她的梦想是当一个更厉害的油管主 增加播放量增加粉丝 又问职业的梦想是什么 然后职业就给了她迎头一击 然而笑和小主同学幸福就是我的梦想 不过她告诉小王 自己也经常看她的视频 因为很有意思嘛 原本以为职业早就不关注自己的米丽卡 瞬间心花怒放起来 展露了迄今为止最美的一个笑容 这个笑容也让职业忍不住心头小鹿乱撞 五分钟的时间到了 米丽卡刚想来职业去追小主 身上的浴巾就松开掉了下去 被对方看了个惊光 结果职业一点反应都没有 静止跑去追小主了 一不小心又滴落到了子奶房间的水池 刚好创建突然衣服准备下水的子奶 子奶立刻退回去裹上浴巾 然后活速回来质问职业是不是脚踏两条船 职业只好解释 这是他们都同意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别人不能阻止的 但子奶说什么也不同意 她知道自己的好闺蜜笨笨的 一看就是那种被权力警救后 随不住流同意脚踏两条船的样子 紧接着子奶甩出来依稀了灵魂之吻 你能平等的爱他们吗 工作之后你能同时养活两个人吗 法律禁止重婚你要怎么办 把职业问得哑口无言之好落魂而逃 想八强爬上去 却被子奶撕死拽着裤子 一番挣扎之后双双倒了下去 刚好变成了这么一个 子奶浑身赤裸其职业的姿势 而且职业的胖子也露了出来 又刚好被阿笑和小主给撞见 小主眼睛手快掏出手机拍照 以此来威胁子奶不准地干涉他们的事情 子奶一个激动站起来刚想说什么 回后生来才发现 自己的身体全都暴露在职业面前 立刻尖叫着跑开了 阿笑的上去就给了他一拳 质问他为什么在女用温泉里 职业只好解释了来龙去脉 发现是个误会后 小主便主动提出准备离开 最近在各种人的提醒之下 他也意识到了 自己对于职业和阿笑来说就是第三者 所以为了不暴露他们的关系 这次温泉旅行 他会尽可能的回避 刚好也算另一种的志愿阿笑 职业不想看到他这么贬低自己 骨子一甩冲到小主面前想说些什么 结果别的女客人过来泡温泉了 一看这里就有一个不穿裤子的男人 阿笑立刻把职业给打飞出去 裤子也给扔过去了 然后一把拉过小主 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主还是决定坦诚 让阿笑不要告诉职业 其实小主也是从小就是一个笨笨的女孩 美门科考试都考不到十分以上 不管做什么 都得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 才能达到正常水平 不过一直被这种挫败感包围是很难受的 直到升高中的时候 小主遇到了自己的命定之人 也就是职业 去考试那天 他撞进了职业对阿笑的告白现场 而阿笑果断拒绝了他 还暴力相待 这时他听到白人说 职业从小学开始就开始跟阿笑告白 明明每次都被拒绝 到现在了居然还没有放弃 小主被职业的毅力给打动 出城的那天 他看到自己真的考上了高中 便忍不住期待会不会和职业在同一个班 下一秒就又听到了职业的声音 依旧是和阿笑告白 阿笑却没有像上次那样对他实施暴力了 就是在这时候 小主意识到了自己的心意 连学都不上了 努力修炼自己 最终把那个笨竹的眼睛妹 变成了如今的完美美少女 换句话说 他能成为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职业啊 所以他并不觉得降低存在感有什么委屈 只要能和职业在一起就很幸福了 结果这一切都被隔壁 男用温泉的职业给听见了 职业跑去追着小主 期间阿笑 子奈和米丽卡也相继跟上了队伍 但最终只有职业能跟上小主的速度 两个人一边拟追我感 一边坦诚相待 小主一直担心 自己在职业心里是第二位 是能随时被舍弃的存在 职业边告诉他 他和阿笑都是第一位 不管是哪个人 他都不会放弃的 说着一把把小主搂进了怀里 刚好这时其他人也追了上来 小主因为职业刚刚那番话大受感动 在子奈问起他们关系的时候 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亲了上去 没错 他们就是这种关系 阿笑也只好对闺蜜承认了 担心承受闺蜜的怒火 迅速带另外两个人逃离现场 接下来三个人毫无顾忌的 来了一场三人旅行 呼吸之后 小主也不再藏着掖着 直到子奈看不下去 把他们全脚在家里 认真严肃地谈了一下 职业早有准备 上次子奈说的那些事情 他也有考虑 为了展示自己的决心 他已经把自己脚踏两条转的事情 告诉了父母 之后也会为了让阿笑和小主幸福 做更多的努力 子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等他们回去之后 才拿出了阿笑和直叶的合照 自言自语 你怎么可以习惯上阿笑以外的其他女孩 明明是好朋友的男朋友 这么一来 我不是更难放弃了吗 好家伙 原来这位也一直暗恋之意呀 只是之前爱与好闺蜜的面子 没出手罢了 现在一看 直叶也是个脚踏两条船的渣男 他就忍不住有了别的想法 再一看米丽卡也沉着直叶 反正脚踏三条船还是四条船 差别也不大 于是果断也嫁入了进去 这根本就不是女友成双 而是女友成堆了吧